好 我们来看第一条 美国海军有一艘很新的攻击型核潜艇 科罗拉多号近日被人拍到了尴尬的一幕 这艘核潜艇如同患上了某种严重的皮肤病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近日援引美国媒体的报道称 美国海军福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科罗拉多号 日前首次远航归来后 人们惊讶地发现该艇中后部 用于降低噪音提高静音性能的销声瓦大面积脱落丢失 据了解 科罗拉多号是美海军第15艘弗吉尼亚级核潜艇 也是第三批次改进行中的第五艘 由亨廷顿英格尔斯造船厂和通用动力电船公司联合建造 2015年3月动工 2018年3月服役 是一艘技术状态很新的潜艇 这次远航任务是科罗拉多号第一次执行作战部署 期间曾进出北极等海域 累计航程约39000海里 江西南昌的网友祥云提问 这么新的核潜艇竟然出现销声瓦成片脱落的现象 陈老师您分析一下主要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有没有什么办法克服呢 销声瓦剥落这个事呢 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一个难题 说起来很简单的事 但是因为你销声瓦基本上是用粘接机粘在艇壳外头的 所以长时间航行它都会出现剥落 而且它是经过了北极的航行 像这种北极的低温和浮冰都会造成销声瓦剥离 那么至于说办法呢 现在也有一些比较新的销声瓦的固定办法 就是螺栓再加上粘接机 但是呢施工的工艺比较麻烦 因为这个销声瓦经常要更换 你用螺栓给它栓在上头的话 更换就要比较麻烦 陈老师 销声瓦成片脱落 会给核潜艇执行战备任务带来多大的影响呢 销声瓦它是用来降噪的 如果是大面积脱落的话 那么这个降噪的效果肯定要受影响 而且它不仅是不降噪了 它剥落之后造成外部停体 突凹不平 反而会增加水动力噪音和航行的阻力 感谢观看